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事实证明川普政府的最后几天对于陷入日益争论的美中关系中的公司和投资者来说 一如既往的令人困惑 让人感到混乱不堪 文章介绍美国禁止对中国军方有关企业进行投资的范围问题上 经过了长达一周的混乱 华盛顿和北京在周末都采取了相应的举措 意在使得局势进一步加剧 并使得跨境贸易的前景更加模糊不清 而在周六蓬佩奥又颠覆了美国数十年来的政策 取消了对政府官员与台湾互动的自我限制 引起了中国国家媒体的报复呼吁 蓬佩奥的声明发生在北京发布一项新规几个小时之后 这一项新规允许中国法院惩罚遵守外国制裁的全球公司 理论上这样的举动可能迫使企业必须要在中美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做出选择 尽管如何执行这些法令现在还远未明确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本月晚些时候拜登入驻白宫后 整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一对地缘政治关系恐怕只会恶化 不会好转 从苹果公司到腾讯控股再到汇丰 各类被卷入交火的公司继续面临着不确定性 而在病毒肆虐的全球经济需要支持的时候 这有可能使得投资决策交易决策以及初创企业融资变得更加困难 文章引述专家表示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 跨国公司和个人未来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 而台湾的交易商虽然基本上摆脱了两岸局势加剧的影响 当地股指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中国股市在周一的表现却低于地区性其他股市 沪深三百指数收盘时下跌百分之一 而标普五百指数期货也下滑了百分之零点五 投资者在权衡国债收益率上升 和拜登推动更多财政援助的影响 商务部在周六公布的涉外制裁新规 理论上是保护本地企业免受所谓不合理的海外执法行动的影响 比如此前字节跳动因为涉嫌国家安全问题受到川普政府的压力 而这样的新规可能会引发其他的潜在情况 比如苹果将腾讯的微信或者是TikTok从应用商店中删除 那么这些公司是否会在中国大陆起诉要求赔偿呢 再比如如果台积电遵守对华为的制裁拒绝供应芯片 中国公司是否也可以寻求经济赔偿呢 专家表示北京在川普总统任期结束时宣布这样的措施 很有可能是为了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发出信号 新的规则更多的是向中国企业和在华美国企业发出的信号 说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种法律能力来对抗美国的长臂管辖 简而言之现阶段更多的是姿态 而不是真的想把法律工作做起来 这种做法也与此前的行为一致 包括北京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 虽然政府已经发誓要惩罚名单上损害国家安全的公司组织个人 但是当局没有具体说到底名单上有谁也没有具体说 哪些企业符合了列入名单的标准 专家表示类似的动态已经在美国和欧盟的国际公司 在与伊朗的冲突中上演 如果看一看欧盟的心理 中国的规则在对抗美国制裁方面并没有有效 但是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 高盛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周末都在交易所文件中表示 将在香港将五百只结构性产品出名 而这样的举措也将影响到美国和全球的投资者 美国制裁的长期影响就这样再次得到了展示 基金经理还有银行们竞相遵守川普禁止对于中国军事有关的公司进行投资的行政命令 瑞银集团的分析者表示 欧洲列取一些便宜货的投资者有利利用制裁来导致中国股价下降 但是他补充表示现在更多的人还是在观望 并且等待扣动板机 他们正在等待美中紧张关系的前景变得更加明朗 专家表示过快地扭转川普的制裁以及对华政策中发出亲中的信号 将对于拜登政府不利 我们现在仍然需要拭目以待 来看一看中美关系在未来四年如何展开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表示在近四年的任期里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帮助将保护主义 从美国政策制定的边缘带到了核心 而现在他对拜登政府提出建议坚持到底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 莱特希泽表示保持对中国的所有关税 即使这会提高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价格 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使其不能够否决美国的政策 并使得美国公司更难向海外转移 尽管这对他们的竞争力来说是个代价 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明智的政策 在接受采访时莱特希泽称赞川普政府对于中国贸易行为 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结束了前几节政府的软弱做法 尽管这场战争有其代价 扰乱了市场并削弱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也将两个经济体不断推开 甚至出现了脱钩的呼吁 但是莱特希泽仍然认为 我们改变了人们思考贸易的方式 改变了整个贸易模型 而我的希望是这将继续坚持下去 莱特希泽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很难说是必然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只有二百位员工 财政部有十万名员工 基本上是作为总统的贸易律师事务所在运作 而贸易代表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其与总统的关系 川普总统将贸易作为优先事项 而莱特希泽也努力巩固他与老板的关系 而莱特希泽也谈到了最近暴徒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 他说他曾经在参议院工作的背景 让他对这样的事件感到格外的痛心 虽然他没有直接批评总统本人 但是强调在他的政府剩余部分和之后的时间里 川普总统必须要成为治愈者 而不能够继续分化矛盾 拜登的经济团队基本认同莱特希泽对于中国的看法 但是拜登的顾问也指出 川普政府未能让北京采取他所寻求的长期改革 包括减少政府对工业的支持 还有保护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等 部分原因是美国同时挑起了与盟友的争斗 现在在贸易协定签署后的一年里 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采购承诺 并加倍推行其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 而莱特希泽对于拜登计划摒弃单边行动与盟友签约 建立反对北京统一战线的想法 表示震惊 他说这可能会让其他国家减缓或否决美国的行动 并将美国绑在与中国无意义毫无休止的讨论中 他表示美国和中国在九十年代就开始了这样的对话 那没有任何作用 所有这些都只是在浪费时间 而在谈到新任贸易代表戴琪女士时 莱特希泽表示 戴琪女士曾经帮助促成民主党对于重新谈判的美墨加协定的支持 而这样的协定后来以较大的优势通过了国会 她表示戴琪女士在国会身上学到了很好的技能 这些技能包括如何管理不同的人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目标 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做好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现在要给予美国科技公司沉默对待 北京审批缓慢 但是也不拒绝拖累了大的技术交易 让美国公司付出了时间和金钱的代价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报道 斯科系统以及应用材料公司 上周在这一点上分别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教训 在周五斯科发现其二十六亿美元收购交易受到了严重威胁 原因是收购方宣布因为缺乏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而终止合并 斯科的不同寻常的反应是事实上它的确获得了必要的批准 但是现在需要重新寻求法院授权以阻止交易终止 这项交易其实在二零一九年七月就达成了 是斯科自两年多前三十七亿美元接盘AppDynamics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 应用材料公司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这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商 在本周早些时候在监管文件中宣布 已经对国科电器收购价格 从两家公司在二零一九年六月首次达成的二十二亿美元 提高到了三十五亿美元 而现在交易也在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 两起案件只是中美贸易关系恶化的最新迹象 即将离任的川普政府继续采取积极行动 比如对于中芯国际进行出口管制 以及下令三家中国电信巨头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而中国当局找到了另外一种或许是更微妙的方式 让美国科技公司的日子不好做 比如高通公司不得不在二零一八年终止了对于 N质朴半导体四百四十亿美元的收购 原因是交易迟迟不能够获得中国的许可 英雷达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获得收购所需的中国逼准 而公司在上个月表示预计其对AH的收购 从九月中旬交易宣布之起之后还需要十八个月 将审批时间拖到十八个月活更久 会改变很多交易的计算方式 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拖住美国科技公司 让他们没有办法获得便利的重要手段 文章介绍两国贸易关系如果改善 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拜登几乎没有政治动机对中国让步 事实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强硬态度 包括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盟向北京施压 但是这样的方式如何发挥长期作用似乎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交易商需要准备好 接受漫长的等待 以及花更大的支票价格来进行原本的交易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病毒相关的消息 同样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现在已经同意允许世卫组织专家小组入境调查新冠病毒流行起源 而就在几天前 WHO的总干事曾经批评北京方面拖延专家组入境调查 国家卫健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WHO的专家将于周四来华考察 同中方科学家就病毒溯源来进行合作 国家卫健委的官员此前表示 专家组将前往武汉 该市是最早发生病毒的地方 就在上周WHO的总干事坦德塞罕见批评北京 对于中国仍未允许WHO调查人员进入中国表示失望 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迹象似乎显示出 WHO与其最重要的成员之间关系紧张 WHO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在与中国政府磋商 以获得病毒最初如何传给人类的信息 并要求进入武汉的关键地点 流行病专家表示 答案可能有助于防止另外一种潜伏在动物体内的病毒 以类似的方式传播给人类 也可以帮助澄清一些问题 比如病毒已经传播了多久 哪些早期突变使它能够传播 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一百九十多万人死亡 说到与市场相关的消息 再来看到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摩根纳通透表示 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将四百八十四只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还有中国联通股票挂钩的权证 还有其他衍生产品在香港退市 以遵守美国对三家内地电信公司的制裁 根据证券交易所在周日的文件 华尔街银行将从投资者手中回购这一些产品 直到一月二十二日 这些退市产品不大可能对于市场造成干扰 因为他们只占到在香港上市的一点二万种衍生品的百分之四左右 但是衍生品的退市也标志着中美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 继续向资本市场蔓延 此前全球主要指数编制机构已经将一些美国制裁的内地公司 从其基准中移除 包括MSCI富士罗素以及标普道琴斯指数 在上周都表示将把三家中国电信公司从基准中踢除 而本地指数编制者恒生指数 则在其指数中继续保留它们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是基准成分股 在你退市的衍生品名单上 有一些包含三家电信巨头的指数产品 花旗是香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没有对其余被制裁企业挂钩衍生产品 采取任何行动的美股权证发行商 美国金融企业可能会发现现在自己越来越多的夹在了两个经济体的命令之间 在中国去年开放市场之后 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摩根大通都有在中国大举扩张的计划 国际金融公司可能会在短期感受到压力需要站队 但是由于北京欢迎华尔街公司留在香港投资 以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此不大可能对跟随美国监管的国际公司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 专家表示香港交易所正在与相关发行人合作 确保有序退市并协助发行人安排回购安排 香港交易所在周日晚间发表声明 表示有信心有足够的投资选择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相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今天表示 她对上周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袭击事件 感到失望沮丧呼吁疗伤 她表示我绝对谴责发生在我们国家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 暴力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恳请人们停止暴力 永远不要根据一个人的肤色做出假设 也不要把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侵略性 以及恶毒攻击的基础 同时她批评了一些人进行的虚假误导性的指控 说这一次我们需要疗和我们的国家和公民 不应该被用来谋取个人利益 同时梅拉尼亚确认了她将在未来几天离开自己第一夫人角色 她表示能够担任你们的第一夫人是我的一生荣幸 我要感谢在过去四年里支持我和我丈夫的数百万美国人 他们展示了美国精神不可思议的影响力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